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时候高中要分文理科 张阿姨觉得读理科更有出息 希望子女都去读理科 将来能赚得多一些 但是很不幸 两个孩子都对理科没天分 可惜张阿姨脾气太绝 不理解孩子的苦衷 她自己文化水平也低 不明白为什么有人会学不进去一门功课 家里气氛变了 张阿姨没少骂儿子不争气 考虑到女孩脸皮薄 就没多说女儿 可她不知道 她不舍得数落女儿的行为 在女儿看来就是不在乎 于是 女儿就这么莫名其妙地缺爱了 虽然张阿姨最后还是在孩子们上高二的时候 同意他们理转文 但他们和母亲之间不怎么交流了 面对这种状况 女儿和儿子的反应不同 张阿姨的两个孩子是龙凤胎 男娃先出生 所以是哥哥 或许因为觉得自己是哥哥 应该更懂事一些 所以这个孩子就主动和母亲说话 张阿姨当时挺尴尬的 她虽说充子女乱发脾气了 但总觉得自己是家长 应该想办法让孩子宽心 没想到儿子却主动跟自己和解 张阿姨很感谢儿子原谅她 然后她想借泼下驴趁机跟女儿亲近 大家一起和解 可是没想到女儿竟然拒绝和解 一脸不耐烦和厌恶的表情 张阿姨很无奈 只能慢慢对女儿好 想博得女儿的好感 没想到的是 女儿上了大学之后态度变得更差了 她给女儿打电话 女儿经常不接 不过父母和哥哥却没有当回事 他们觉得女孩子傲气一点很正常 大一下半学期 女儿时不时向父母要钱 这让张阿姨很奇怪 子女上的大学在同一个城市 消费水平并不高 每人每月一千五百元生活费很宽厕 儿子比女儿吃得多 都没有说缺钱 怎么女儿总是额外要钱呢 张阿姨想来想去 跟丈夫聊了半天 两人一致认为女儿可能是谈恋爱了 张阿姨主动跟女儿提出 每月多给她五百元 还说谈恋爱不要总让男朋友花钱 女儿没承认谈恋爱 多给的五百元钱倒是不客气地接受了 后来 儿子和女儿都工作了 张阿姨也退休了 儿子的生活正如母亲期望的那样 按部就班地往前走 她有了女朋友 交往三年后就要结婚了 张阿姨很高兴 也借此机会问女儿情感状况 女儿一脸不耐烦 母亲无奈 只好不再问 女儿又要钱 母亲也就给了 张阿姨一直以为自己在努力和女儿修复关系 她没想到的是 女儿其实是因为过度消费欠下了网贷 所以一直在想方设法问家里要钱 当初大学多要钱 就是要拿去还钱 女儿这几年消费水平时高10低 用自己的工资还网贷 然后又忍不住消费 就这样几年下来 女儿已经有了16万的欠款 工作这么久 却没有一分钱存款 她觉得自己实在是扛不住了 下个月要还几千块 可她还要交房租 要吃饭 没有那么多钱了 就在此时 张阿姨病了 要住院15天 女儿灵机一动 打电话问母亲不要她回家照顾 与此同时 她话里有意无意地暗示母亲 让我照顾你可以 你要付5000元 就当请保姆了 张阿姨本来很感动 听到这里只想骂人 想不通女儿怎么变成这样 处处跟她谈钱 女儿见要不到钱 也没工夫搭理母亲 她只能四处问朋友借钱 女儿想过向哥哥借钱 但是看到她结了婚 嫂子长得漂亮 她们生活很幸福 做妹妹的感到很嫉妒 就觉得向哥哥借钱太丢人 她这事儿瞒了很久 直到身边的朋友 也被她借了个遍 实在借不到了 她终于下定决心 从父母那里搞到钱 女儿没有告诉母亲 她欠了钱 而是以哥哥结了婚为由 要父母平分家产 张阿姨家不算很有钱 但也不穷 给儿子买了房 也给女儿预备了婚前房 张阿姨是想等女儿低头示好 就给她房子 催她也结婚 但女儿直接要争家产 这让母亲非常难受 除了这些房 家里还有六十万存款 但她此时已经不想 给女儿一分钱了 女儿四处哭诉 甚至到网上曝光她的家人 说她原生家庭有毒 害得她得了抑郁症 张阿姨气得高血压都犯了 打电话给女儿说道 我住院那十五天 儿媳两头跑 都累瘦了 你干了什么 你就打了一通电话 还是问我要钱 我短你吃穿了吗 你这么咒我们 张阿姨的质问 对女儿完全没有用 因为她压根不知道 女儿欠了钱 此后 女儿依旧在网上骂父母和哥哥 说父母重男轻女 但是没过多久 她就注销了账号不见踪影 张阿姨很久都没见到她 以为她跑路了 林三自从原生家庭 这个话题活起来 很多人都发现 自己其实受过很多苦 明白原来自己性格极端 或是太过自卑的真正原因 这本来是一件好事 但是现在也变得不那么纯粹了 一 清官难断家务事 给了很多人钻空子的机会 人们同情原生家庭糟糕的人 希望他们振作起来赶紧经济独立 逃离有毒的父母 这是当代年轻人互相拯救的现状 但是现在这件好事渐渐变了位 人们已经不止一次发现 有些人别有用心地引导群众情绪 歪曲事实 而且他们很狡猾 把别人的悲惨经历套在自己身上 模仿别人的内容 为自己捏造故事 博得同情之后 他们就可以引导舆论对父母施压 他们做这一切 要么是为了报复父母 要么就是为了争夺财产 但事实上很可能那些痛苦 只是一点小委屈 甚至是父母在被他伤害 又或者父母本来就很疼爱他 给了他很多资源 是他自己不争气 不学好 才导致父母不愿理他的 作为普通人 我们很难防范这些事 只能谨慎分析 重证据实地对待 不要太上头 二 生活有挫折 我们更应当振作 生活中的挫折很多 而且每个人都经历过 被别人伤害的痛苦 父母和子女之间 不互相伤害是不可能的 只要不是很过分 没有必要抓着不放 更何况 子女闹脾气 耍无赖的时候 父母也不会真的记仇 子女给他们造成真实的痛苦时 他们通常不会上纲上线地 逼子女忏悔 生活总是这样 磕磕碰碰都是正常的 而且大多数人的父母 也都是普通人 没有家暴 PUA之类的坏毛病 那些遭受到小伤害的子女 应该随着成长逐渐理解 为什么父母会这样管教自己 可以给父母提出更好的建议 而不是直接盖棺定论 说父母是坏人 小挫折过后 人需要的是振作 而不是记恨家人 钻牛角尖 这不会让你活得更好